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冲业世界》 今天在《冲业世界》里要介绍给您的是这一条 彩虹梯手环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全长的 之前我们已经有做过半长的 就是一般标准型做一次的 然后我们加延长线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一条 外面是彩虹颜色 里面我们要把它换成白色的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做同样的颜色 我们会需要14条白色的彩虹圈在中间 那边边我们要用6种不同颜色的 那每一种颜色会需要16条彩虹圈 那材料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哦 在我们编织之前 我们要把彩虹编织器设置成 这里有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 这个红色箭头要往外面指 首先我们要排边边的颜色 那我们现在是要做前半段的手环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编 从第一到第二左边 然后排一条在右边 因为我们左右的颜色是一样的 然后拿下一个颜色 也是左边 右边 然后继续往上排 排到倒数第二个 好那我们现在排到倒数第二个这里 我们要把它收进来 从倒数第二个收到中间 那右边也是一样 从右边到中间 那我们现在两边都排好之后呢 我们要再回来 现在我们要排横的 横的是这个楼梯的部分 所以我们拿一条青苹果颜色 你这边边边是什么颜色 我们这个横的楼梯的部分呢 就用同样的颜色 这里是黄的 所以我们就用黄色 那这里是橘子色 我们就排橘子色 那这样继续往上排 排到倒数第二个 好那我们排到这里就好了 就最后一个不用排 那我们现在都排好之后呢 我们要再回来 排中间的 那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要用白色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第一到第二 然后一直往上排 排到最后一个 好那这边排好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Cat Band 那这个Cat Band呢 我们要用白色的 所以放在彩虹棒上面 转一次 那就变成两个小圈圈 然后把它挂在这里 那现在都排好之后呢 我们要回来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都排对了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会跳过去 那我们现在把它转过来 那这个手环呢 那这个手环呢 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要先编中间的 所以我们从Cat Band下去呢 把中间那一条白色的 找出来 往前 刮到下一个 那我们中间要一直编 编到最后一个 那中间都编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再回来 回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加一条 横的部分 那横的部分呢 我们下面是什么颜色 上面就排什么颜色 一样的 这边是紫色 我们就再加一条紫色 然后这里是红色的 我们再加一条红色 然后继续往上排 排到最后一条 那最后这里是绿色的 所以我们就排绿色的 那排好之后呢 一样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全部都排对了 那现在我们要编旁边的 那我们现在要先找左边这一条 从这两个小圈圈进去 把左边的 蓝色的 抓出来 挂到左边 然后这边还有最后一条 这是右边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送回家 挂到右边 那我们现在把两边 继续往上边 边到最后一个 把最后一条 拉出来 往前 挂到下一个 那我们现在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要拿一条 跟这里不一样颜色的 你在这里看不到的颜色 随便什么颜色都可以 这个只是暂时的安全带 我们到时候会把它拿出来 然后绑一个结 然后绑一个结 中间也是一样 抓过来 然后把一边 拉到另外一边 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结 那三个安全带都绑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轻轻的把它拉出来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半段的手环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做延长型的 是全场的 所以我们再做一遍 那这个全场呢 做两遍的尺寸 是我的尺寸 就是手比较大 我的手算是蛮大的 那这样我戴起来的时候 会刚刚好 有点松松的 那如果你的手比较小 或者是你是小朋友的话 你可能不需要做两个全场的 你可能做一个半 就可以了 所以你自己量一下尺寸 然后自己加 拉或减 那今天要做我的尺寸 所以我们再做一遍 那现在我们要做后半段的手环 所以我们这次要从中间 我们刚刚前半段是从这里开始拍 那我们这一次后半段 要从中间的第一个 往左 中间往右 然后接下来的动作跟前半段是一样的 一个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再回来这里 那我们现在要排横的 楼梯的颜色 那一样 这里是什么颜色 我们横的就排什么颜色 那我们从第二个开始排 这里是黄色的 所以我们排一条黄色的 这里是橘子色 所以我们横的排橘子色 那我们继续往上排 排到最后一个 那我们继续往上排 排到最后一个 那这里中间也是一样排白色的 那一条彩虹圈 从第一到第二 然后这样一直往上排 排到最后一个 好那我们现在排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把彩虹编织器 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要先把前半段的 手环 把它连在这里 在这个安全带 绑着的地方呢 这里有四条 有两条是横的 然后一条一上一下 所以记得要四条全部都抓到 然后这里有一个洞洞 把这个洞洞放在这里 这样子两边就连在一起了 那右边的也是一样 你可以用彩虹棒帮你找 从这个安全带下面进去呢 这个洞 把它放在这里 放下去以后呢 要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全部都放大了 这里应该你会看到有四条 四条绿色 然后下面有一条是蓝色的 那两边都一样 如果这里你没有看到四条 表示你漏掉了 那等一下拔出来的时候 它会散掉 所以记得这个步骤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很confused 那最后这里就很简单 把这一条白色的 有安全带绑着的 把它挂在这里 那这条白色的你会看到有两个 然后再加上中间这一条 所以这里应该有三条 那我们都挂上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把安全带 这个紫色的部分把它拿掉 这个只是暂时的 我们不需要留在这里 那这样我们连接的动作就做好了 那一样我们要先编中间白色的部分 把最下面那一条白色的 把最下面那一条白色的 拉出来 往前 挂到下一个 然后继续做这个动作 一直做做到最后一个 好那我们现在中间编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加一条横的 那横的下面是什么颜色 上面就盖一样的颜色 所以这里是黄色的 我们就再加一条黄色的 那记得中间一定要先编好 再加上去 这个很重要 加一条是橘子色的 所以我们再放一条橘子色的 红色的 然后继续这样加 加到最下面一个 好那接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现在两边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编旁边的 那动作也是一样 从这边下去 把最下面一条拉出来 往前挂到下一个 那做一条 左右左右左右都一样 那我们现在继续把两边编起来 编到最后一个 记得要从横的彩虹圈进去 然后把下面一条紫色的 拉出来 往前挂到下一个 那右边也是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要加快脚步咯 好那最后这两条呢 要记得 从这边抓出来以后 要挂到中间 这样子我们尾巴的时候 才会收紧来 那我们现在都连好之后呢 要回来检查一下 这个步骤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有时候就忘记了 像我在做星星全场的时候 就忘了一条紫色的 因为我没有回去检查 所以那是错误的示范 那我们现在都好了之后呢 把彩虹棒 从最后这里渗进去 那拿一条白色的彩虹圈 从这边抓出来 从这边抓出来 把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抓出来 那这样就是我们完成的 全场的彩虹梯手环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两条 放在你的手手上面 然后拿一个扣环 轻轻的把它扣上去 然后把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这里呢 有两个小圈圈 也是一样放在你的手手上面 轻轻的挂在这里 那这样我们全场型的彩虹梯手环 就完成了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掰